屏東後壁湖 墾丁後壁湖 有一艘潛水船 在這九名的潛水客出海 疑似排氣管破裂 導致船體不斷地冒出黑煙 到達七星岩定點的時候 一名潛水客嚴重不舒服昏迷了 由教練陪同先搭其他的船隻 回去後壁湖漁港送醫治療 這艘潛水船在潛水行程完畢之後 回程搭載其他潛水客返航 船艙冒起大量的濃煙 油氣 潛水客也拍下事發的影片 船長通報一一八專線 海巡出航救援 協助其他的潛水客返回上岸 上岸之後身體不適的潛水客陸續就醫 一共有四個人送醫 一個人還在住院當中 嗨 我是盈彤 記得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喔 站起來